Cinco 煮上煮完 Cinc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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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完 因為每個食材的熟成的時間都不一樣 我們會分開傳燙 冷卻瀝乾 因為通常看到是韓式泡菜跟台式泡菜 那但是我們想要做一個不一樣的風味 就是用義大利香料 所以它叫義大利泡菜 在容器的部分裡面的水氣一定要完全擦乾 這樣才會保存得久比較不會壞掉 如果都有把它在這個部分注意到的話 其實它是可以放三周左右的 在這個部分裡面還要做好 然後在這個部分和汁離開 因為它是溫柔的 因為裡面還有這一點 然後到散開 研究一下 有很多時候 感谢观看